秀林乡崇德家族烤肉群聚造成的感染 使这个家族亲友累计有16个人确诊 花林县政府即将在6月22号起 在秀林的秀林村、富士村 6月23号在和平村设置快筛站 也呼吁秀林乡亲可以踊跃前往快筛检测 希望可以采取围堵压制病毒 阻断隐形的传播链 花林县政府从13号就在崇德村设立快筛站 而崇德村家族群聚烤肉造成的感染 有16位村民确诊 即13号在崇德村和秀林村设置快筛站之后 为了能够把北区落实进行检验 6月22号开始秀林村和富士村 也继续为秀林村和富士村的村民来进行筛检 6月23号起也会震设到和平村 希望下长我们会也故意相信前往快筛检验 和平和平那个东方林警会所 或是接住国小的场地 我们来进行那个快筛 那快筛周围刚刚我们记者在谈到 其实我还是在这里鼓励我们的乡民 你如果没有跟确诊室有接触的经历 或是说你本身没有不舒服的 就不要来快筛 现在很多聪明的想法 就是很奇怪 我担心就来快筛 那个很容易造成群聚感染 我们一直在宣传单里面一直在强调 真的是有接触那个确诊者 并接触的村民 你有跟他接触过 你知道他就被确诊 你有接触过你就赶快来快筛 或是说你现在已经不舒服了 不是有状况 我们都有在我们的宣导里面都有血 你觉得不舒服了你就来快筛 这样的乡民我们是鼓励他能够优先来 由于重灯村家族已经有16人确诊了 为了确保清理的手段 新闻下我们也相信许中会反映 在秀林 富士和和平村政策快筛站 来检验是否还有人确诊 同时也呼吁大家不要再群聚了 希望大家能够配合防疫的工作 共同渡过难关 记得久不见了